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整整四篇动态都是与对方有关的内容 因此外界也向他好奇男方的身份 聚新1997年生的李祝亨 从模特儿界转战戏剧圈 2014年以戏剧《明日如歌》出道后 陆续还接演了安托万夫人曹欣 更曾在国际大片《机身上流》里可传一角 事实上李祝亨不单单是Jenny的好友 过去女方手机遭害时 嗨客就曾在爆料文提到男方的名字表示 Jenny真的很喜欢跟好友分享自己威逼的照片 对榜李祝亨 因此这次Jenny不畏谣言 仍在IG亲自替李祝亨沁声 也立刻引起热烈讨论